一运动带动地方观光 中华民国阮氏网球协会 在凤林镇举办了全国青少年 及少年阮氏网球排名赛圆满落幕 最后男单是由台南盐水国小蔡嘉欣夺冠 而女单的部分则是由台南新南国小 唐子乔来夺冠 而镇长林建平表示 三天的运动赛事也为凤林镇的观光 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效益 中华民国阮氏网球协会 一连三天在凤林镇举网球场举办 青少年杯第三次男女单打经营排名赛 喜爱阮氏网球的民众 以及参赛选手的家眷 欣赏了一场全国青少年男女 阮氏网球排名经营赛的精彩赛事 并且为凤林镇带来了周边的观光效益 阮氏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也打了十几年的阮氏 当然对我们的阮氏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但是因为个人职业的关系 离开球场也很久了 也比较没有时间安排回到球场去 尤其是在美美比赛期间 几百人到凤林来以球会友 然后所有的住宿 所有的三餐都能够在凤林 这也是我们凤林这一支前期盼 我们凤林的观光 能够来跟我们所有的赛事来结合 然后将凤林来推展出去 那我们凤林的阮氏网球协会 除了这次的排名赛之外 我们在8月份还有一个太平洋杯的一个邀请赛 那也是个全国性的 那同样的因为打球的选手 他的职业别不同 那我们更希望可以引进更多的球员的家庭 教练各方面都能够到凤林 除了来以球会友享受比赛之外 然后在比赛之余 都能够到我们凤林所有的景点 来一一的来用心的来体验 我们凤林轻慢的一个客家小镇 那我们在12月份还有一个国际的邀请赛 这个是体育署纳入年度的一个体育赛事 那个总预算的规模 相当的庞大 那我们有牵扯到所有各国的选手的机票 我们的时数 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出场 那我们还有所有的选手职业 在一个小客家小镇 能够承担起国际的赛事 在2019凤林释放过了 所以说获得体育署的相当的认可 凤林镇的软式网球 在凤林镇各国中小学的推广之下 同时也带动全镇推广阮式网球运动 并且在8月份也将举办全国阮式网球邀请赛 期盼有更多的选手能够来到凤林镇 再次促进凤林镇的观光 也能够让在地的选手在球场上尽情发挥 获得最好的成绩 记者临结凤林镇采访不到 再次促进攻凤林镇的观光 再次促进攻凤林镇的观光 再次促进攻凤林镇的框株 再次促进攻凤林的灵重